阿笑真是好手段 故意被抓 制作不在场证明 然而阿笑要做的不止这些 审讯室中阿笑拿出一盘录像 录像上的内容是黄警官约见Mary的谈话 这两个侦探是阿笑专门请来调查杀他爸爸的凶手 刘建明听到这些后赶紧去找Mary 果然Mary遭到了刺杀 危急时刻刘建明救下了Mary 阿笑问叶警官 这里面那个算不算警察 怎么处理黄警官 他让陆警官自己做决定 黄警官像做错的孩子一样 不敢看陆警官 阿笑这步棋真是绝 用录像离间黄警官和叶警官 然而他不是一件双雕 而是一件三雕 阿笑将当年的三个保镖给绑了 让罗继将他们给处理 阿笑扭过身说 四年前他给过他们机会 他们没要 如果今天我给你机会 你要不要 正当大家以为阿人卧底身份暴露了 没想到阿笑打死了旁边的罗继 这句话是对罗继讲的 同样也是对阿人说的 今晚阿笑是一箭三雕 看到这里大家肯定很好奇 罗继是怎么暴露的 私家侦探就那么厉害 能拿到黄警官的录像 大家一直忽略了一个重要人物 刘建明 前面也说出 刘建明在警局安插了许多窃听器 在Mary家中 他播放了黄警官要那三个卧底档案的身份 而三个卧底 其实就是尼昆身旁的三个保镖 陆警官在会议室中告诉过黄警官 他在阿笑身边安插了卧底 还待了七年 还特意压低了声音 黄志诚还特意回头看了一下 想看看有没有被别人听到 然而这个重要信息还是被刘建明窃听了 于是刘建明把罗继卧底身份告知倪永笑 在片中 阿笑说罗继在倪家卧底七年了 与陆警官告诉黄警官的信息不谋而合 很明显证明了这一点 接下来再说 私家侦探怎么拿到黄警官的录像 这也有刘建明的帮忙 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倪永笑 把矛头指向杀死倪坤的幕后主使黄志诚 这样一来 马瑞就安全了 刘建明将黄警官要三个卧底的录音给了阿笑 这也对应了阿笑要杀那三个保镖的原因 阿笑就请私家侦探一直在暗中跟踪调查黄警官 这才有了酒店的录像 不然私家侦探就那么神通广大能查到黄警官 和刘建明计划不一样的是 马瑞卷入了其中 在后面刘建明告密杀马瑞 说明他一直都和倪家是有联系的 这段中阿笑这人真是太智慧 臣服太深了 四舅前面也说了 阿笑怀疑阿人是卧底 他故意带阿人一起去做生意 让警官抓他进警局 制造不在场证明 第二在警局中 他拿出黄警官杀他爸爸的证据 离间警察 第三解决身边的卧底 没有解决阿人 是阿人是他家人 他故意对阿人说出 黄警官是杀他们爸爸的凶手 他是要阿人和黄警官反目成仇 阿笑这个孝子说明他对家人看得很重 所以他认为阿人不会再为黄警官笑命的 这个电影太精彩了 才一半的时间 深藏的内容就这么多 我们继续说回电影 解决完这些卧底后 阿笑和阿人在离开的时候 一个杀手骑着摩托出现 朝着阿笑开枪 阿人挡在了阿笑面前 这个杀手大家很容易就能猜到他是谁 那就是刘建明 在酒店的时候 Mary也说了他会找人刺杀阿笑 敢杀奸杀嘴老大的 也只有对Mary爱得死去活来的刘建明 刘建明的命真硬 他是杀害倪坤的真凶 他又来刺杀阿笑 结果一次都没有查到他的头上 阿人这次舍命相救 更让阿笑相信阿人是爱家里人的 阿人知道黄警官是杀他爸爸的凶手后 也很长时间没有和黄警官联系 这让阿笑很欣慰 他认为阿人不会再当卧底了 在一个小村庄中 刘建明将Mary藏在这边 看着Mary熟睡的脸庞 他很安心 然而Mary一醒来 就是问有没有韩琛的消息 韩琛联系过刘建明 他现在没事 Mary关心起了刘建明 问起了他的家人 刘建明的家人都移民了 他为了能留在Mary身边没有去 泰国机场 韩琛面见了泰国黑帮的二把手 他就是第一部那个泰国老大 韩琛担心Mary的安危 想让泰国老帮他 韩琛能成为第一部的大哥 也是一个城府极深的人 他知道自己杀了泰国老大后 现在这个二把手才成了新大哥 他应该很感谢自己才对 韩琛从后背掏出枪 让泰国老自己决定 自从那件事过后 黄警官就待在家里 谁也不见 陆警官来到家门口找他 虽然黄警官做的不对 但上面还是支持他 按照时间背景来看 马上就到九七了 香港回归 上面绝对不会允许黑社会胡来 全警局的人都支持黄警官的行动 黄警官还在犹豫 陆警官让他拿出那一副牌 老规矩 谁抽的牌大就听谁 以往都是陆警官输 这次他直接抽中了A 这副牌是两人第一次合作抓老千 黄警官留下的 陆警官一直都知道 以往他都让着对方 这次得听他的 陆警官给他要过钥匙去开车 黄警官笑了 此生有这样的朋友 人生无憾 阿笑果然不会轻易放了杀父仇人 他在黄警官的车上放了汽车炸弹 没想到陆警官替他死了 黄秋生这里的演技足够封神 黄警官刚开始是背对着陆警官 去剪掉在地上的扑克 爆炸过后 他被气浪给掀翻在地 起身后 他赶紧冲向车辆 用衣服救火 这肯定是没用了 但这就是人性的本能 最惊艳的就是情绪表演的层次 震惊 悲痛 愧疚 愤怒 自责 小屋中 玛瑞换衣服的时候被刘建明看到 玛瑞发现他后 刘建明才关上了门 玛瑞知道 韩琛出事了 要去泰国找他 刘建明不想让他去 他单纯的认为 玛瑞留在他身边就是他的了 玛瑞也知道他的想法 他告诉刘建明 你就当没有跟过我们 刘建明让他认清现实 韩琛已经死了 玛瑞给了他一巴掌 刚才荷尔蒙的冲动 让刘建明想把玛瑞占有 玛瑞将他用力推开 我告诉你 我是你老大的女人 以后别再让我见到你 得不到就毁灭 这是刘建明的可怕之处 也是他陷入无间地狱的原因 他给三叔打去了电话 说出了玛瑞今晚会去机场 刘建明跟着玛瑞来到了机场门口 他愿意再给对方一个机会 只要玛瑞接电话 就告诉有人要杀他 玛瑞看到了刘建明 他以为刘建明还是对他不死心 就不想接电话给他解释的机会 没想到这通电话断掉的是他的生机 玛瑞死了 时间来到1997年 香港马上就要回归 警方必须处理掉黑社会的问题 黄警官之前教唆杀人 但上面还是无条件支持他 上司给了他一份国际刑警档案 韩辰没有死居住在泰国的一个小岛 韩辰见到黄警官就说起了泰国的丧礼 他为玛瑞办了一个 大师给他念了三天的经 这三天 韩辰没流过一滴眼泪 没想到出殡那天 苦力把棺材抬到了厅里 当时韩辰很生气想打人 大师告诉他 这是他们的习俗 死的人我们陪着他 他就可以安息了 韩辰对大师说 我老婆不在棺材里 他可不可以安息 大师按住了他的这里 你太太在这儿就行了 这里也是泰国佬打他一枪的地方 韩辰已经没有回头路了 大家会不会很好奇 泰国佬那一枪怎么没打死韩辰 对于泰国佬说 这一枪他必须开 一是给帮派小弟一个交代 二是给尼家一个交代 但他可以选择打偏一些 打偏的原因也有两个 其一是韩辰那句话 还把他当朋友 他知道韩辰至情至性 认为可以成为朋友 其二 泰国是香港毒品的重要来源 他作为新的掌权者 他想在香港培植自己的代理人 因为他既知道 香港回归临近 尼家肯定会洗白 不再做毒品生意 韩辰不死 就成了他手中的一张王牌 他在赌 韩辰也在赌 香港他是回不去了 泰国这边 他也是东躲西藏 只有这样才能摆脱困境 他若死了 他希望由此 让泰国老在尼家面前可以交差 暗地里帮他照顾自己的老婆 他若不死 由此博得泰国人的信任 在泰国这里就能生存下去 我们继续说回电影 韩辰对黄警官说这些 就是想告诉他 妻子是他的一切 他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 为妻子报仇 黄警官提醒韩辰 这次回香港指证你永孝 很危险 韩辰大笑 你这么帅 我有信心 韩辰看了看黄警官 喊了他小时候的名字阿黄 尼家这里 阿孝坚信阿仁不再当卧底之后 就让他接触的生意更多了 阿仁验货后 就暴打了身边小弟一顿 这里面掺东西了 这小弟是三叔的人 阿仁这几年势头太足 他故意刁难阿仁 阿孝让阿仁低调点 三叔再做几年就退休了 到时候就由阿孝接手了 尼永孝这几年 已经在洗白尼家的生意 今晚他要参加劳工体育举办的回归宴 这个回归宴 所有的政协候选人都会去 包括阿孝 如果阿孝成功 尼家就可以正大光明做人了 宴会上 阿孝和劳工体育的总会主席交谈 为了能参政成功 阿孝请来大律师 为他保驾护航 在外人眼里 他就是大企业家 主席一会儿要将陈主任介绍给他认识 梁景思不会让他如愿以偿的 他说道 陈主任对我说过 他是最痛恨黑社会的 陈主任电影没交代是谁 大家只要知道他代表大陆就可以了 黄警官掌握了阿孝的犯罪证据 在宴会上将他拘捕 这下阿孝的参政计划是泡汤了 韩琛做污点证人 律师也不知道官司怎么打 他决定不再帮倪家了 四叔查到 韩琛在泰国有个老婆和女儿 他要大干一场了 阿孝让家人先去夏威夷那边住一段时间 家人知道阿孝压力很大 他们抱在一起 阿人坐在沙发上没有过去 韩琛回到香港后 黄警官将他安排在了酒店 派人保护 韩琛知道他掌握的证据 最多也只是让阿孝坐起年牢 黄警官也明白 如果想要阿孝终身监禁 除非阿孝杀了韩琛 说者无意 听者有意 韩琛为了能给麦瑞报仇 他可以放弃一切 负责保护韩琛的组长就是刘建明 他在警局屡历其功 现在成了见习督察 韩琛问 麦瑞走的时候有没有找过你 刘建明先是看了看外面有没有人 才对韩琛说节哀顺便 黄警官说 有什么事可以找你 你是不是真的会帮我 刘建明笑了笑 拍了拍他的肩膀 黄警官在浩园约阿仁见面 这里有他的老友 陆警官和罗继 阿仁还是来了 我以为你不会来了 阿仁苦笑了一下 为什么我不会来 这是阿仁知道 黄警官杀了他爸爸后 再次见面 这两年 黄警官愧对阿仁 一直都不敢找他 阿仁给了他把钥匙 保险箱里是他搜集 你家这两年的犯罪证据 为什么帮我 我不是想帮你 我是警察 我答应过陆长官的事 我要做到 你办完这件事 调我回警署 但是别再让我见到你 阿仁提醒对方 档案里有些字他不会写 看不懂就来找他 这里就有了第一步的伏笔 阿仁还了当时欠下的敬礼 陆旁是叶校长 黄警官可能怕对方不同意 让叶警官来当说客 绿政司三天后上庭 每个人都心事重重 然而在关键时刻 韩春这个关键证人逃走了 还是在这个夜市摊 韩春约见了阿孝 阿孝以为他是来和自己谈判的 还是一副上位者的姿态 谁知 韩春是来让阿孝杀他的 现在可是敏感时期 阿孝肯定不能动他 他还是那么温文尔雅 有什么话 坐下来慢慢商量 以前的事就算了 我们可以一起合作 韩春将酒杯挪走 阿孝的耐心已经没了 他给四叔打了个电话 韩春的妻子和儿子 已经在他手上了 然而他们只是韩春的佣人 专于用来对付阿孝的 泰国佬也在帮韩春 在四叔的身边就有他们的人 韩春也打了一个电话 阿孝的全家已经被泰国佬控制 家人是阿孝的逆临 阿孝怒了 掏枪指向韩春 这正中韩春下怀 黄警官带人将阿孝包围 他让阿孝将枪放下 各位警官 等会儿他打死我 开不开枪就随便你们了 出来跑 迟早要还 韩春闭上眼 这一枪是黄警官开的 阿人想都没想 第一个扑过去扶住阿孝 阿孝本能去扶一下对方 却抓到了阿人身上的窃听器 他又将阿人的窃听器给放好 帮阿人演示 阿孝这眼神不是知道 阿人是卧底而愤怒 前面也说过他早就知道了阿人是卧底 吴振宇接受采访时曾表示 你永孝光一个孝子就拖垮了他 他对家人看得太重了 以至于认为阿人也是 他不敢相信黄警官都杀了他们的父亲 阿人还为他们对付家里人 阿人真是恨死韩春了 他只是想把阿孝送进监狱 不是真的让他死 黄警官问了韩春两个问题 你有没有杀他全家 当然没有我和泰国朋友吓唬他呢 黄警官又问你早就料到我会帮你杀他 韩春听到这句话很生气 我说没有你相信吗 我准备好死在这里的 我只有这个方法 黄警官半则怪道 你知不知道我用了多长时间搜集了多少证据 足够让他做一辈子牢 看到这里观众很好奇 黄警官为什么要开枪 等阿孝打死韩春后再将他逮捕多少 一下少了两个麻烦 那肯定是韩春死了 就没办法填第一步的坑了 开个玩笑 黄警官开枪有很多原因 第一韩春不能死 电影刚开始 黄警官就想让韩春做奸杀嘴的老大 这样方便管理 再加上九七回归 上面给他下了死命令 不能看到黑社会作乱 如果韩春死了 群龙无首 下面乱作一团 这不是警方想看到的 在黑社会二中 古天乐的吉米不也是这样吗 第二黄警官不会让他死 小说中也说了 两人是发小 感情很深 再加上他愧对Mary 一定会保住韩春 韩春第二句说对了 他是真的准备好死在这里的 韩春责怪他的意思是 我已经可以让你坐牢一辈子 你又何必来此 差点没命 两人感情这么好 为什么第一步两人会反目成仇 韩春还杀了他 这是因为他第一句说谎了 泰国老给他打电话 倪家人怎么处置 韩春不想做那么绝 泰国老逼他这事就要做绝 他要看到韩春和警方闹翻 韩春也知道他不这么做 对方一定会对他产生警惕心 不再合作 五枪 倪家人除了阿仁都死了 黄警官之前说过不抓韩春 因为韩春还是个人 韩春杀了倪家人就不再是人了 阿孝和韩春的照片互换 韩春成了他的新目标 刘建明也成功当上了督察 时间来到了1997年7月1号 香港回归 中国国旗以及香港特区区旗 徐徐升起 韩春现在成了尖沙嘴的龙头 他看到门外的烟花 想到了Mary 自己现在成了他期望的老大 可是他已经不在了 现在韩春还有一件事没有做完 那就是为Mary报仇 现在他已经知道了 是黄警官指示Mary杀倪昆的 这也是第一步 韩春为什么在警局翻脸 为什么默许自己的手下 杀掉黄警官 黄警官教唆杀人真的不对 对于Mary的死 陆警官的死 他也一直都会内疚 死亡也许是让他脱离 无间地狱最好的归宿吧 继续说回电影 韩春出门后和各位大佬举杯庆祝 阿仁跟在傻强身边做小弟 刘建明在警局深夜值班 碰到了一个酒醉的女孩 女孩名叫Mary BGM起 刘建明笑了 这个女孩就是第一部刘建明的妻子 这奇妙的轮回 就是刘建明在无间地狱走不来的原因 好了 今天的电影介绍就到这里了 求求大伙点个关注吧 你们的点赞就是我们最大的坚持 孟德四舅天天见 明天我们不见不散